知盈知美 約定你 在這裏約定你的直播室 在這裏除了有我安兒之外 還請來了煙鳳鳴粵劇團創辦人及藝術總監 粵劇花彈兼道具大師的沉根夢的編劇 Rosa應國鳳在這裏 Hello Rosa 你好 早安兒 你好 還有就是今次這套道具大師的沉根夢的 男主角林少奇 Jackie Lamb Hello Jackie 你好 你好 安兒 因為未來11月2日星期六 會一共上映兩場的 在溫哥華小女王劇院兩場 就是道具大師的沉根夢 找到Rosa 上來講一下 為何你會有這個構思做這套劇 最主要就是我本人認識關華昆 我是有1995年在鎮華昇 見到華叔 華叔是經常坐在音樂館的角落 沒有人跟他聊天 但後來跟他認識更多的時刻 就是當有演出 在文化中心 他永遠都是打理後台的主管 華叔的人是很好人 但他的樣子十足是原住民 我認識他時 我就以為他當然有一個戲嬰 在唐人街被人撿回廣州 所以他又會做大戲 又會唱粵曲 又會做後台 一直都是這樣想 直到2000年 我們宴奉明成立後 做第一場劇羊門女將 華叔幫了我第一次 但在2000年尾他就離開了 我一直都記實華叔 一直都想做些事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 直到疫情 2019年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停止了 我們做藝術那些 是甚麼都沒有的 我想著 最好沒有東西要做 我就說 不如寫一個劇本 做一個 我數來都想做一個 Fusion Opera 新派大戲 不只是粵劇 因為我們如果做粵劇 是三個多小時的一場 而且不懂得說廣東話的 主流社會的人來看 看著字幕 三個多小時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成立了二十四年 那麼久 我都沒有一個主流社會的觀眾 會留下來 所以一來這樣 就變成了觀眾越來越少 2000年開始 我們演戲的時候 是全員滿座的 做羊門女將 但到現在 我每一次演出 我打了二百個電話 都是賣了二百多張票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瘟哥華在 不是 粵劇在瘟哥華 如果不再更新 不再進展 就會慢慢 粵劇不會消失 但可能每個人都關門自己玩 那我希望是主流社會 因為如果你又是做一個演出 沒有主流社會支持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我就決定寫一個劇本 做這齣叫做新派特粵劇 但我們是根據華叔的故事來做 不是寫去的生平自傳 所以裡面加插了很多 我們新的藝術的element 好像有燈光 投射 我們還有請了一個作曲家 譚伯超先生 做我們的英文歌曲的作曲家 我們粵劇的作曲和編劇 就是香港的李亭峰 我本人就寫了一個故事 每一場說什麼 但我用英文寫 因為我的中文不是那麼厲害 就寫了回香港給李亭峰 他就寫了一個粵劇的劇本 我們寫回來之後 因為這齣戲有個媽媽 是原住民來的 我們就請了一個原住民演員 他唱的就是英文 英文就請譚伯超先生 Peter幫我們作曲 他是用作詞音樂來的 作曲之後 就合上我們溫哥華的粵劇 那個我們叫做頭駕 就是那個concert master 粵劇的是叫梁傑婷 他就將他的粵劇的音樂 希望跟Peter有一點點融合 混合了 對 叫做fusion 不可能是全部的了 我們唱粵劇的就是粵劇 他唱他的歌就是他的歌 但當有時候 譬如有duet 就是兩個合唱 這次我們這次的粵劇 這次演出就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了 因為我們作了一首新曲 新曲的時候 後來有美後 是Jacky唱一些 那個演員Cherry唱一些 然後中間也有一部分 是他們有一點點fusion的 因為這個故事都在說一個mix 就是一個from Chinese 和一個原住民的mix 一個講中文 一個講英文 其實這個你都是 根據關華坤的故事 都說了很多人的live 或者這裡的情況都是這樣 是的 不如說一下這個故事 先說些什麼 這個故事就是 華叔 他 如果你說這個故事 就要說回到我們 一百百多年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 就是加拿大 就有一個叫做排華法案 嗯 還有那時候 就起一個橫跨的鐵路 是很需要很多勞工的 那加拿大根本就不夠人 那麼他們就很多這裡的加拿大人 就回到東南亞 就去 尤其是去中國 南邊那邊 就叫那些人過來 過來加拿大 他告訴那些人 你過來加拿大你掘金的 你會賺到很多錢的 那些人就相信他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貧困 貧困因為那時候是清朝的末期 清朝那些那種貪污那種 民不聊生 那麼很多人就想說 有金掘或者有人賺到錢 那麼他們去了 但是他們不是說有人請他們去 他們還要自己付錢 付錢給那個女費去的 那麼當他們去到的時候 原來不是那件事 他們被人在鐵路 去那些礦場挖礦 就是被人賣了豬仔 那麼當然他們去到沒有辦法回來的 因為已經沒有錢了 那麼就在那裡捱了 那麼很多人就捱了幾十年之後 就因為那時候 唐人街有一個成型的社會 就是叫做寡老世界 因為太多單身的中國男人 來到被人賣豬仔 而沒有辦法叫到家人來 所以唐人街那時候是很多寡老的 那麼變成沒有女人了 那就很寂寞了 OK 說到這裡 我們要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繼續 道具大師的尋根夢 剛才Rosa說到 當時有很多單身的男士 來到加拿大 是啊 因為當時太多單身的男人 同時當時那個原住民 也是跟中國人一樣受歧視 他們很多時就跟並相連 變成了他們有很好的relationship 即是很好的關係 那麼就變成了無形中 很多男人就跟原住民的婦女 就有些成了家庭 就生了子女了 那麼當時的關華坤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 嗯 關華坤的爸爸 是的 關華坤的爸爸就結婚 關華坤就出生了 是的 因為Jackie Lam 林少奇就飾演關華坤的了 那麼她有什麼特徵 令你覺得她適合飾演一個孤獨的男人 一來她是個英俊 對嗎 挺英俊 她在維吾華也很有名 她是我們叫粵劇的專業演員 現在是個獎 還有她肯為藝術犧牲 但不是那種犧牲 是她肯幫我們彥鳳鳴 出去做workshop 去做示範 給學校的學生看 所以我很幸運 就請到Jackie幫忙 好 Jackie 那你認識了這個角色之後 你又如何去飾演這個角色 最初 Rosa就邀請我做這齣戲 我自己怕自己也無法處理 我說做這些劇 自己也沒試過 我首先給我看劇本 當我看完劇本 我都覺得 好像有少少部分是像我 孤獨的男人 不是 因為怎樣 我最初是自己來加拿大 之後才申請我父母來 有一段時間 我自己在加拿大生活 我自己生活的時候 我總是思念家鄉 思念母親 那個情緒好像劇中的人 我便覺得 可能我自己可以做到這個感情 所以我一言就答應了Rosa 你一個孤獨 她是道具大師的尋根蒙 她很快不用孤獨 因為她已經結婚了 她不是寡人 但是我們這次為一個新的 再編的劇 我和Jackie 我們放了很多新元素 第一次我們演出 就純粹是圓著 這次我們就加插了 有一場我和她打小塊槍 因為我們這是粵劇 要讓主流的社會 看到我們粵劇是多姿多彩 我便和她一起打小塊槍 還有我們還會做打出手 打出手是京劇的名字 即是踢槍 我們會踢一下半下左右 所以現在要勤力的練 我叫她 她說我踢不到不是我的問題 而是她的問題 因為打出手是踢槍 扔槍給你那個最重要 即是你要用腳踢 我要用腳踢 如果她扔得很差 扔到周圍 我怎樣踢 即是要有些功架底 所以讓觀眾知道 我們粵劇是多姿多彩 原來Jackie Lam是受過中國廣州受訓的專業粵劇藝術家 即是有些讀刀刀 她是從小到小學的 所以我們很幸運 有去幫我們 謝謝 Ross也會親自飾演華坤的養母 為何要跟兒子打架 她很聰明 她一進來就想試我 我是你媽媽 我教你 我當然比她更聰明 所以到時有一場是挺精彩的 那些人是不會見過的 那些主題的那些 很有趣 你們又會親自出來飾演這個角色 還有我們做一場5分鐘的截止戲 給觀眾看 就是化了大氣妝 她就做女報 我又做雕蟬 那一場我們會跳個雨線舞 她會做女報 讓觀眾聽聽 粵劇正式的是一個化妝的衣服 如何做一場戲 又有功夫 又有音樂 又有自止戲 又有燈光 又有服裝 什麼都有的 是粵劇沒有的 因為粵劇我們素來是世界光的 不用教燈光 所以我們今次請了溫哥華 頂級的燈光師 叫做Eatai Eat Erdo 以及請了的投射師 請了很多師的 我們今次 C級 很多A級的師 C級 因為它是Fusion 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元素 我看到你給我看一段影片 它是有大體感 對了 你剛剛是Jacky唱歌的 我們上星期六 嗯嗯嗯 張奇你唱什麼歌 那天 是的 那天唱那一首就是 今次加上了一些新元素 就是有一個作曲卡 就編了一首曲給我們 就在我和我母親 海後的那段時間 我看到它 我們大家彼此也 也有這個渴望和思念 去大家相見 我覺得 那個曲很好聽 而且也挺感人 希望在舞台上 我們表現給觀眾看 觀眾能夠感受到 我和母親的心底的情感 好 那道具大師的沉根夢 11月2日星期六 就會在溫哥華小女王劇院上映 我們說到這裏 又要休息一會 我們再請其他演員上來 好 知形知美 約定你 道具大師的沉根夢裏面 除了有Rosa之外 現在我們直播室 還有其他演員的 就有成俊生 Hello 成俊生 你好 你好 還有就是 Becky Lee 李群喜 Hello 你好 Rosa 為什麼有這麼多個角色 你為什麼會Casting Cast到他們 其實兩位都是我們 演奉明的粵劇團的團友 成俊生 在溫哥華是一個 差不多專業演員 他很認真的 他真的很認真的 做什麼都要認真 當然是非他莫屬 我們上一次做帝女花 他是做宋帝 清帝 又做清帝又做明帝 他幫我們做了很多次 這次他是飾演一個什麼角色 他在飾演我的老公 OK 你們有什麼對手戲 有啊 有對手戲 如果你們來看 你會看到這個老公很細心 各種位置的老婆 你等他 David 你說一下 成俊生 你說一下 你的角色 我的角色其實都是一個 一個很少的技術人員 主力是做道具 和Rosa的對手戲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心勢 但是做到道具 很多東西都要很心勢 我覺得這次我這次的角色 都給我 有很多的挑戰和學習 是的 已經過招了 和Rosa 是不是 好了 到李群起的角色又是怎樣 Becci就是我們粵劇團的二花 他已經和我們做了很多很多戲 還有多少年了 十年了嗎 最少 應該都有 是的 還有他對每一個角色 都很認真地揣摩 其實答應了Rosa 一定希望在那場戲裏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這是本分 所以他說我很認真 其實是各位演員都會很認真 對待每一場的戲 其實是 李群起在這個道具 《大師的尋根夢》裏面 飾演關華坤 在中國開屏的妻子 是的 有沒有同樣 不是關華坤 是嗎 阿關 爸爸 哦 爸爸 是關華坤的 爸爸 是 叫做阿媽 大媽 因為他爸爸去九金山賺錢之前 你知道以前的人很早婚 他們已經在他的鄉下結婚了 生了子女 但可能因為生活問題 逼冤無來 他要去九金山挖金 所以他就出去外面做事 就把老婆丟下 兩個女兒在鄉下 到他年紀大了 他又覺得要認早歸宗 帶上自己的 就是唯一的華坤 他們的血脈 的兒子 所以要回到中國 他自己因為 他爸爸 華坤的爸爸 當時已經開始年紀老 身體不好 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日子 所以他要回到中國 那這個角色 通常跟誰會對手多一點 有沒有 我跟華坤的爸爸 有一場對手 就是他 臨過身之前 他把華坤交托給我 其實他死了 他要托姑了 希望我能夠跟他養大這個兒子 保存他們的血脈 另外一場就是跟Rosa 因為我一個女人很難 帶到一個小孩大 而在那裡來說 生活環境不好 我是沒有能力去做的 所以他就覺得 為了華坤日後的生活 然後著想他將來 希望找到一個好人家 幫到他將來成長 所以他去了戲棚 找了鳳凰 即Rosa的角色 去托姑給他 叫他幫他 臭大她 然後你找了他來做道具大師 負責做道具的人 不是 那時是個嬰兒 華坤那時最多是兩歲 我做義母就養大他 因為他在劇團長大 總之他變成一個粵劇演員 又懂得道具 這是真實故事 因為那時我們訪問華叔 在溫哥華的屋主 他就告訴我 因為他爸爸那時生活困難 就給了他去粵劇團 至少有得吃有得住 其實Rosa你是看著這個真實的故事 然後去讀這個新版粵劇出來 由零開始組織出來 其實你花了多少時間 有沒有計算 我們第一次演出是2022年11月5日 可以說兩年 其實兩年很快 因為當時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是做粵劇的 當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開始寫劇本 後來當我知道華坤原來他爸爸是中國人 媽媽是原住民 就不同了 就上網找資料 然後我心想 我找到一個幫我們寫英文的好了 其實我很幸運 每次我想的東西是會應驗的 嗯 那我就想 那Peter就出現了 那Peter就是他跟我們的作曲家了 那好了 今次了 今次呢 因為我們第二次做 我就希望多一點 我叫做Fusion 多一點元素 我心想 不如我們找一個rapper Hip hop那些rapper 那Jerry就出現了 真的 Jerry出現了 所以今次呢 真的很多東西是好 是好 因為上一次跟我們做原住民的演員 是病了不行 那我們又要找一個新演員 終於呢 就已經艱難了 就找到這個新演員 叫做Cherry了 嗯 OK 因為我聽成俊欣和李群喜說 他們自己都有一些跟Rosa的對手戲 即他們會不會都有一些功架 那些東西 展現出來的 有沒有這些可以看到的 那因為呢 你講一下你有什麼功架 沒有什麼功架的 因為最主要是他跟男主角的 就是阿邵琦的對手 那我最主要都是 教兒子做 即教華坤做道具 嗯 你會看到一個演技 要有 有幾個片段是唱歌 有功架 其實是有功架的 因為我們唱歌的時候 我們不會動在那裡 那我們的台報 就根據粵劇的台報 是的 做手 唱歌也是粵劇 要演出自己的曲藝 那Becky呢 那你覺得呢 其實這次就真的沒有什麼功架 是用到的 因為不是我的傳統粵劇 那 主要呢 因為這就好像 類似舞台劇的做法 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就是對於我們做粵劇的 是一個不同的 很大膽的嘗試 那我們 其實就是要用一些感情去表達 你要做那個角色的東西 那功架就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功架 但是他唱功了 他又唱那些二反中版 唱那些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粵劇的曲藝的功力 那這些就是他們的功架 其實那個新派粵劇 和那個傳統粵劇 就是你們覺得那個分別 或者有沒有覺得都難些 還是怎樣去可以演繹到 有沒有想到這個 因為以前我都做過舞台劇 所以他其實 粵劇 我欣賞Rosa 很大膽的嘗試 所以我就是很願意幫他忙 也不可以說幫他忙 就是跟他一起去學習 一起玩 一起來帶一些新的東西給觀眾 所以把舞台劇和粵劇類似的結合 對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就當然 所以我會看 以一個所謂新派粵劇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嘗試 也是值得是要去給所謂主流社會 所以我是很支持Rosa 好 剛才聽Becky說過 她覺得不同 要用多些感情 或者這樣我們又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又看看 音樂製作方面 怎樣可以搞到她這麼Fusion 好嗎 稍後回來約定你 我們直播室Rosa 不如你介紹一下剛才那段音樂 剛才那段音樂是我們的作曲家 譚伯超先生Peter Tam 作的 我們今次道具大師 沉根夢所有的英文歌都是Peter 作的 好的 我們現在的直播室 除了Peter 譚伯超在此之外 Hello Peter 你好 Hello 你好 還有另一位就是 Jerry Sun 宋佳龍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Rosa 又要說一下 你怎樣找到她們做拍檔 因為我是在祈禱 我在祈禱 我找一個作曲家給我就好了 她就出現了 其實她的太太就是我妹妹 和一家地方工作 她聊天後 她的太太告訴我妹妹妹 我先生是作曲的 那就好了 立即找到Peter Jerry 一開始就是我的舊同學 中學同學 幾十年 我以前不認識她的 因為不同班 最近我們有些同學會吃飯 她媽媽出現 又聊天 我已經在想 今次我們再做一些事 我要加一些新元素 以前用私儀說過 每一集 每一場之前說過的 今次我說想找 不如找一個外國人的Rap 真的是Fusion 我又在祈禱 那她就真的出現了 原來我的同學告訴我 原來我的兒子是做Rapper 家 那真的不錯 但是她的中文還是英文 她是英文Rap 還是中文Rap 英文 Jerry可以說一下 對 你為何會開始玩Rap 這件事嗎? 我會說 我會說 它開始 在高校 其實因為 因為 鼓勵 我開始有大鼓勵 在高校 但我能夠 我會有大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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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沒有 說話很順暢 所以加上音樂 他就慢慢學習了做rapper 但這次他不是跟Peter合作 而是跟我們粵劇的掌版 D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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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 因為我們粵劇也有白蘭 我們的白蘭是用廣東話 但他現在就是rapping 因為他需要一個rhythm 所以就由我們的掌版和他一起合作 你到時Live來rap 總之有個拍子 其實如果我打得快點 你會不會rapping得快點? 當然 當然 如果不是不適合版 這個rapper很可愛 到Peter Tam 這次要新拍粵劇《中西合璧》 你這個音樂的製作 是否都要搞盡腦汁? Ross 他說想加些jazz 那我就 我什麼音樂都喜歡 Jazz, Classical, Musical 有時甚至是rap 有Jazz加上rap 對 對 所以 因為這部電影最大的吸引力是 我有很多朋友是first nation 是這裡的人 原統人 還有 所以 因為這部電影是說華坤 華坤他的身體 他的 history 他的母親 所以 我就立刻想到 應該我們可以用一些first nation的語言 我就懂得有人去幫我合作來拿些字 嗯 這些字 這些字 叫做Hakamalan 是Stolo Nation 的語言 所以 我就 哇 我現在可以這部電影 做到很authentic 好像 他媽媽唱的時候 有些 因為他是這裡的first nation的人 他用回他的語言 這樣 在歌上 嗯 那 我就 立刻 已經有很大興趣去幫他們 有很多ideas 很多意見來作曲 嗯 Ross 其實 跟那麼多不同單位合作 是不是有沒有一些火花在中間 很多火花的 很多 不是我罵人的火花 是由他們自己發揮的火花 因為當我給了一個project Peter 譬如Jerry 我不過問 我只是問他 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可以 只是問這些 所以是由他們自由發揮 OK 我覺得應該 應該不可以 左右他們的artistic creation 是 唯一一樣東西 他們兩個和我合作之下 有什麼進步 廣東話厲害了 是嗎 翌日會好一點的 廣東話 是的 大家的中文都要在你那裡學 因為你的歌曲也有中文詞 也有英文詞 那些中文詞怎麼搞 我們那些 我們全部有翻譯的 有subtitle 中英文都有的 我們唱什麼 就立刻有的 那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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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個人搞的 有些感情交流就输情一些 这样去给这个感觉出来 配合故事的感觉 有些感觉就会有个rapper出来 rapper有个beat 是啦 rapper就是每一场之前 他就告诉我这个place and time 他是说唱旁白 是啦 他就start from the each scene 他就出来讲这个地方的时间 以前我们就用诗而讲 但这次就由他唱出来了 这个真的挺有趣的 是很特别的 是史无前例的 很大胆 而且你是会放手给他们那一下 是很大胆 是呀 因为我不懂他们那些东西 这样叫他就给他做了 OKOK 给了他的responsibility 做得好就是别人说他好 做得不好就是骂他 哈哈哈 有个很好的位置给他们发挥 又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是啦 OK 这个气氛很好 是呀 是呀 我们继续有来的 是 做完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新的 写着的了 叫做醒桥 Awakening 那就有很多new idea 但今次我还叫Peter 喂你作曲吧 不如作为自己唱吧 他会做其中一个角色的 是哪一家都有唱歌的 他来听过我 因为我做 他是歌手 我是一半作曲 一半唱歌 我是tenner 我就是Christmas 我25个show 是December 全部都是唱歌 所以Rosaline 听过我有个concert 她来听过两次了 她来过两三次 听我唱歌 哇 你不如你来唱吧 我跟她说 You have a great voice 我说你声音很好听 不过你讲话不够大声 因为她唱歌而已 她没有讲的 她唱台 所以她要学 我说话大声 还要学演戏 要学演戏 是的 你要学演戏 因为你是一个坏人 我唱歌我学过 不是坏人 是好人 是好人 你要学演戏 和演戏的样子 因为我看到Rosa 她是想 总之叫所有人 都要学会演戏 是的 做粤剧 不用一定做粤剧 或者我们将来找她 做青帝 都不一定 我在想那个新桥 新桥段 是的 还要很多时间 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在演戏 是的 因为我看到谭柏超的资料 他也是古典音乐人 或者我们要休息一会儿 原来时间差不多了 好了 《道具大师的沉甘梦》 11月2日星期六 就会在温哥华小女王剧院上映 一共有两场 下午2点半 和晚上7点 今天很谢谢各位接受访问 谢谢 OK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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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